當然現在各方揣測非常多 也就是大家認為說 王岐山跟這個習近平關係 是不是發生變化 在2012年他們剛剛上台的時候 就那一屆他們18大剛剛上台的時候 當時我們就看出來就是習近平也好 李克強也好 王岐山也好 他們是一個鐵三角 他們關係非常密切 我們知道習近平跟王岐山很早就認識 然後在下方知青的時候就認識 然後彼此就相交 然後又借了很多書 然後互相這個討論激勵等等 然後可能有一番報復 然後當了這個地方官員之後 雙方只從不同的管道慢慢往上走 到了2012年他們快要上台的時候 當時我們就判斷說 他們將來這個組合會怎麼發展 我們曉得說 當時江澤民的勢力還非常龐大 所以我們就推斷說 他們必須組成一個非常堅強的 一個鐵三角 才有可能在這種逆境底下 來去奪權成功 後來我們判斷說 他沒有反貪腐奪權 後來也實現了 所以很多人就一直覺得說 所以習近平 李克強 王岐山 形成了鐵三角是牢不可破的 好 沒有錯 或許是牢不可破 但這樣就會發生一個問題 因為你這個利用反貪腐去奪權 你不是打倒了這個成千上萬的幹部嗎 真的是成千上萬的幹部 被打倒的人裡面 那可能是這個真的是罪有應得 可是他們認為說 人人都犯罪為什麼光打我 然後最後看到半天就說 是 人人都犯罪打我 那為什麼 因為我的派系 跟你派系或許不一樣 這個事情或許為真 或許為假 但是站在這個習近平角度來看 就是你們剛好是攔路戶 你們擋住了我權力之路 所以我必須幫你們清除 被清除這些人 我剛剛說了 不管是罪有應得也好 或者說他其實是冤枉也好 但總而言之他認為我不服氣 所以就產生了非常大量的反習派 那反習這些人就想去攻擊習近平 但是習近平權力非常大的時候 攻習是不容易攻的 所以他最好是攻誰呢 攻這個鐵三角 把鐵三角攻破之後 或許就容易了 相對來說李克強跟王岐山 都比較容易攻 李克強是總理 負責經濟事務 經濟出問題就為他試問 王岐山你看到說他是這個中紀委 然後要抓誰 抓誰 要抓誰貪污就抓誰貪污什麼等等 抓一大堆 看起來是這權勢很大 但其實他最容易攻破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得罪人最多 是 對不對 所以當時我們說如果要進攻的話 可能攻王岐山或攻得比較凶 果然不錯 在那時候 我們就看到各種各樣材料出來攻擊王岐山 什麼等等 當時我們也是一性參半 後來就慢慢就理清楚了 有人想攻破這個習李王的鐵三角 所以專門進攻王岐山 好 這第一階段 所謂第一階段就是2012年18大 他們剛剛上台 到2017年5年了 他們第一任 召開19大 那19大當然王岐山也因為各種原因 沒有能夠繼續這個連任常委 然後就轉任國家副主席 也在我們的預測範圍之內 所以看起來就是即便到了2017年之後 習李王的鐵三角還在 但是大概差不多 其實2015 16年的時候 已經有些消息傳出來說 好像習近平跟李克強有點什麼矛盾 但是當時我們不很確定 但是到後來我們慢慢覺得說 是有點變化 所以你剛剛提到說這個任志強 對 任志強跟王岐山是好朋友 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任志強出事 王岐山不能救或不願救 都反映出了某些東西 這是第一點 其實除了任志強之外 還有別的東西呢 你剛剛說董宏之外 其實還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財新網的胡舒立 財新網跟王岐山的關係是非常好的 王岐山的很多訊息 是獨家給財新網去播 財新網當然本身相對是一個 比較開明的一個網站 在大陸那麼緊的這個情況下 他比較開明的網站 所以大家一般認為說 財新網跟財新網的這個主持人胡舒立 是這個非常好的朋友 至少是政治上的盟友 那麼前一陣子 大家可能沒有太過關注 因為這新聞不很大 財新網的胡舒立 曾經被中共高幹嚴厲批評 所以這件事情 當時我們也看在眼裡了 再一個就是湖北的蔣超良 那麼這蔣超良過去是王岐山的救部 跟王岐山關係也比較近 然後最後也被拔下來了 所以一個被批評 一個被拔 然後再加上王岐山 對不起 任志強被判重刑 再加上這個董宏現在落馬 所以這4件事加起來 我們覺得說好像王岐山有一點問題 中共在過去在這幾年 你看鬥爭的時候他有一個手法 抬起來就像撥筍一樣 從外面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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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進去 比如說先撥你的這個下屬 下屬撥完之後再撥秘書 秘書撥完之後撥大秘 大秘撥完之後撥家人 一層一層撥 撥到之後就撥到你了 我前一層還在一個場合講過說 大家回想一下 中共當初抓周永康的時候 我們當初預測我們說 周永康一定會不會被抓 有聽眾尖銳的反對我說不可能的 你難道不曉得是刑不上大夫嗎什麼的 我說什麼叫刑不上大夫 那胡耀邦跟趙紫陽是什麼人呢 什麼刑不上大夫 我說要抓趙紫陽會抓 我講完之後1年抓了 然後抓周永康的那個過程 就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撥損一樣 外殼一層都摸不 撥到最後要把周永康丟出來了 中共官方非常狡詐 他要丟周永康出來的時候 他不直接丟 他怕引發太大震盪 他說我們抓了誰人 我們抓的人叫周元庚 元朝的元 樹根的根 周元庚 周元庚是什麼人呢 周永康的本名 所以他這樣給你一層層這樣丟出來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說 你說任志強 董宏 胡舒立 蔣超良 手法跟過去很像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是不是這邊出了問題 好 那問題出在哪裡 一個說法是說王岐山看習近平 這樣胡作非為 看不過去了 所以王岐山結合一些反習力 要打倒習近平等等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還比較小 因為當然最近你看到在這個 他們北京不開的抗美元朝什麼 紀念70週年大會嘛 王岐山也現身了 他就是告訴大家說看起來沒事 可是我也常常提醒大家說 不要以為出來就沒事 2012年當時我們就預測說 薄熙來會垮台 我們2月份就說他會垮台 我們講了1個月 3月份他人大還出來開會 人大第一天出來開會 談笑風生 我們說怎麼我們錯了嗎 他還出來談笑風生 結果第二天出來 整個臉都垮掉 眉毛都垮掉了 我們說一定出問題了 第三天消失了 然後這個人大開完會之後 溫家寶出來開國際記者會 證實他有問題 所以王岐山現在出現未必有問題 也未必沒有問題 但是我認為說王岐山出現 那二星機會比較少 真正會出問題的 我認為是習近平自己 他說怎麼會呢 他不是靠王岐山打天下嗎 對 對 歷史上有多少這些領袖人物 或者說開國元首 在這個打完天下之後 對他的功臣是這個不留情的誅殺的 我們講得遠的有劉邦 中間一點是朱元璋嘛 再近一點 毛澤東嘛 是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這些 所謂一代雄祖 再用過去丟到我們現在日拋了 這情況也並不寒假